永远是没有染住的 这是定 会是什么呢 会是外面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这个现象明白 因果明白 不但这因果你明白了 变化也明白 一切法刹那刹那在演变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永远在循环 永远在相续 这些是四十真相 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这是会 虽然清楚明了 如如不动 在一切现象里头 确确实实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这叫定会登学 这个就叫三个地 在哪里学呢 从早到晚 你眼见色耳闻身 时常为鼻秀香 就在六根界出六尘境界里面 去修啊 修的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如不动 这叫真修行 这个叫定会登学 所以说 微妙殊胜 为什么称他做微妙殊胜呢 因为他就在日常生活 点点滴滴之中 没离开生活 这个微妙的基础啊 能够在生活里面 得大自在啊 在生活里面 真的利苦得乐 换一句话说 把自己的生活提升了 从凡夫的生活 提升到佛菩萨的生活 你说这 这怎么不快乐呢 境界完全转变了 壮烦成圣 大家不要以为 壮烦成圣 大概就会 转贫穷为富贵了 那你就错误了 没这个道理 贫穷是贫穷的佛菩萨 富贵是富贵的富菩萨 向上有贫穷有富贵 礼上完全平等 为什么呢 富贵的佛菩萨 对于那个富贵 他也不分别不执着 他心清净 他没有贪爱 没有染着 贫贱的这些菩萨了 对于贫贱的生活 他也不分别不执着 他快乐都不得了 他并不要去 把他生活要改善去 没有这个念头 他有这个念头 他就是反复 然后你才晓得 富贵跟贫贱是一不是二 佛菩萨在这个世界里面随位化身 无非都是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富贵 安于富贵 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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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社会就货瀉了 就安定了 没有真持了 大家能够互相互足 共存共荣 整个社会就安定烦荣 一切一切众生都有富了 如果贫富不均 这里面造成问题 这社会就动乱了 一动乱呢 穷人就跟穷 富人也穷 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福菩萨的教诲 这才体会到 那是真实的智慧 所以此地说之为微妙殊胜 广大无量 能及无边无碍作用 无边无碍是形容它作用的深光 不共一切身闻独觉 这是我们常讲的二臣人 声闻是阿罗汉 独觉是辟知佛 这都超越六大轮回了 我们一般佛门里面称它为小圣 菩萨这个修学 就是一切无所取 无所执着 你所得的这个受用 就超过阿罗汉 超过辟知佛 你要问 为什么会超过 阿罗汉辟知佛 超越六大轮回 得六种神通 那个神通作用 你们看过小说西游记 那比孙悟空高明太多了 孙悟空才只七十二遍 阿罗汉辟知佛的能力 那这孙悟空不能比 差太远了 小无间大物 可是比起菩萨修 无取诸三摩地 那还差得远 这个经文后面 我们就不要一句一句看 一句一句看 耽误很多时间 我把这个大义给主说出来 菩萨虽然修得这个三摩地 他也不执着 也不会以为 我已经得 无取这三摩地 你要有这个一念 他那个三摩地是假的 为什么 他还有取 还有捉马 正如同 须佛提尊者 在《金刚般若经》里面 那一会议里面 所表现的 释迦牟尼佛赞叹他 他得五真三美 佛赞叹他 同学大家都尊重他 他自己说呢 佛受我得五真三美 你决定没有这个念头 受我得五真三美 这就对了 如果他自己也做了像了 佛受我得五真三美 我得五真三美了 他什么也没得到 为什么呢 他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那哪里是五真三美 真的假的 就在这个地方辨别 我们自己要认真地 反省 坚定 然后才晓得 这个大乘佛法 确确确实实 不容易修学 几个人能不执着 如果你还有分别执着 那么换句话说 所有一切大乘法门 对你来说 都非常难修 因为一切大乘法门 都要理想 都要不执着 你试试看 你参禅 你能得定吗 你能开悟吗 都没有